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小杰、奇亚要通过尼特罗的任务 才可以再次上战场 他们被一个叫做旁姆的女人找到 她是诺布的徒弟 她对师傅有种莫名的情感 她一直妄想着跟诺布谈恋爱 她告知小杰、奇亚要打倒的是耐克和秀特 只有赢的人才可以前往NGL 他们是莫老五的徒弟 小杰、奇亚要在一个月内抢走他们手里的牌子 耐克直接用喇叭在街上下战书 奇亚上前侦查 应该是还有另一个人在埋伏 他们在思考如何取得胜利 因为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小杰说 他们必须增强到在不知道别人能力下胜利才可以 旁姆用能力把小思叫来训练他们 小思知道小杰一个星期后回去救凯特 就把他痛骂一顿 然后就叫他们发出练 持续三个小时 现在奇亚最多只可以55分钟 普通要延长10分钟 都要花上一个月时间 练习了一整天后 小思用他的按摩小姐姐帮他们恢复体力 庞姆还对小思说 如果他不能去NGL 就会忍不住杀了小思 小杰还信心满满的说一定带他去 让旁姆都心动起来 尼特罗会长也觉得现在的自己不是比特的对手 他们的目标是以后 但要躲过比特的园有点不可能 诺布弄出一个空间取出莫老五的武器 莫老五吐出很多烟兔子来侦查一下敌人的数量 比特看到眼前出现大量的气 一旁有个声音叫他等敌人来了才行动 那就是以王直属军团之一的普夫 剩下最后一位优皮也马上觉醒 比特在思考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 他想再次与凯特对战 以后为了产出更强大的蚁王 他将大量进食 小杰奇亚也通过了三小时的试验 小思叫他们直接出发去耐克那里战斗 他要让小杰他们吸取更多战斗经验 只要牌子不被抢走就可以一直战斗到赢为止 耐克看到自己的对手是小孩感到不爽 他直接叫小杰奇亚揍他一拳 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实力 耐克看到小杰的必杀计都有点害怕 耐克直接被打晕去了 他们把耐克带回酒店休息 他问到为什么小杰他们不取掉自己的牌子 小杰想要的是正面打倒耐克的实力 而不是这种侥幸的胜利 来到NGL这里 莫老五利用烟雾覆盖整个森林 让诺布的能力把千和尹一个个送到自己的空间 让会长热身运动 小杰奇亚开始与耐克展开战斗 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完全不是耐克的对手 修特打算在小杰奇亚回家的路上干掉他们 当他要攻击的时候 突然身貌冷汗 眼睁睁的看着小杰奇亚离开了 因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胆小鬼 小杰奇亚现在已经可以在不集中状态下维持练两个小时 庞姆问起他们的进展到底如何 因为还剩下十天的时间 小杰与庞姆发誓一定会成功 用魅力俘虏了庞姆 倩和尹们不断被莫老五和诺布的组合干掉 尼套罗会长透过战斗找回些感觉 莫老五他们继续在外面监视乙朝 倩和尹他们只要等乙王出世就赢了 小杰奇亚结束了三小时的训练 小司叫他们休息三十分钟 然后用全力与耐克对战 今天也是他们期限的最后第二天 最后一个直属军团尤匹也觉醒 尼套罗会长这里还要等明天谁的弟子到来才行动 小杰不断被耐克攻击 还说小杰的必杀技有两个缺点 第一是蓄力时间太久了 第二是危险性太高 当小杰把气集中到手上 保护身体的气就会变少 小杰也是为了弥补这个缺点才拼命练习 但小杰的实战经验还是太少了 小杰的气太过暴露 耐克很容易就看穿小杰气场的流动 小杰觉得耐克非常温柔 在战斗中还指引他 小杰直接蓄力 然后躲开耐克的攻击再反击 他想再蓄力 但被耐克给踢飞 小杰利用蓄力时间做假动作骗过对方 小杰是在实战中领悟到这个技巧 现在的小杰已经感到疲惫 他想利用剩下来的猜拳决胜负 小杰开始掌握耐克的攻击速度 小杰直接蓄力 但那个距离有点远 小杰放出步 但他放出吸的力量有所下降 耐克一拳就把他给打爆了 这时的小杰利用刚刚的球做掩护 绕到耐克后面让他吃上一剂必杀剂 可是小杰晕倒了 小杰在攻击的时候 气就用完了 不然耐克已经被打倒了 他们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可以挑战 奇亚教他明天一定要全力以赴 不然一辈子都不原谅他 奇亚这个月都没有跟敌人战斗过 小思就陪他训练下 到了第二天 奇亚被打到走形了 小思说奇亚的弱点就是放弃的太早 对自己不信任 当奇亚面对认为比他强的敌人时就会逃跑 应该是他哥哥的常年教导造成的 他总有一天会对小杰见识不救的 若是他明天没有打倒修特 小思就让他从小杰身边消失 小杰奇亚开始最后一天的战斗 耐克和修特已经等候多时 双方开始各自的战斗 耐克一开始就是出全力 上来就快速移动 一拳把小杰打飞 过后小杰身旁就多了一个娃娃 娃娃头上的数目质变大 娃娃也随之变大 耐克把气场借给小杰 然后利息式每10秒一成 这是他的能力天上天之为我独损 娃娃是不受任何攻击伤害的 而且每受耐克一拳 数目质就会大幅上升 耐克的一拳就有180气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气 他解释到 运用每个技巧都会大量消耗气 还说到小杰的气大概有12000 虽然他解释了很多 但小杰还是听到脑塞了 用猜拳的时候是2000气 用三次应该是5500气 所以小杰应该有21000气 耐克的能力 只要娃娃的数目质超过小杰本身的气 就会破产 在他说话的过程 娃娃透过腹力已经有1500气了 照这样下去 只要过了4分20秒 就可以让小杰破产 破产者会在30天内处于绝的状态 直接封锁念能力 破解方法就是小杰把气还回去 也就是一直走那一刻 但一轮攻击下来 娃娃还是越来越大 来到奇亚这里 休特也开始认真起来 他身边出现三只手 还有一个鸟笼 奇亚拿出摇摇球应战 他把休特的手全部打飞 因为他不想被那些手碰到 休特瞬间靠近 奇亚也害怕的后退起来 但还是被击中 奇亚因为哥哥的咒服 让他身体迟钝 他被哥哥束缚 只要遇到没胜上的敌人 就会逃跑 奇亚的左脸也离奇的消失 休特透过奇亚左眼的盲区 顺利击中他 他想到 如果不打败休特 就要离开小杰 他想挣脱咒服 但还是无能为力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